位于多伦多斯卡布洛中心地带 这是斯卡布洛城市生活的新标杆 目前精致一房 奢花两房正在热销 详情咨询416-864-8574 或登陆ksquarecondo.com 安泰瑞省省长福特在几位华裔议员的随同下 到访多伦多唐人街一家超市 他表示 专程来这里就是为了用行动 支持受新冠肺炎疫情负面影响的华人社区 必须抵抗中国社区 我们是一个城市 我们是一个区域 如果一个社区 可能会很困难 我们都必须抵抗他们 支持他们 这是我们政府的目标 确定我们帮助所有社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加拿大许多华人商部的生意一落千丈 虽然当地卫生部门一再强调 加拿大的感染风险非常低 但许多人仍然听信网络遥传 不敢出门吃饭购物 疫情还是有 但是我们大家都要小心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生活还是正常 因为政府要对政府有信心 对卫生厅有信心 那么就是说不想让我们打这个影响 不像2003年那样受那么的打击 当福特被问到对中国政府 所采取的严防疫情扩散的措施 如何评价时 福特说他对中国政府在疫情控制方面 所做的努力非常赞上 对于多伦多又出现一例新的确诊病例 福特表示应该相信医疗专业人士的判断 加拿大人感染的风险仍然很低 省级医疗卫生机构 时刻与联邦卫生部门联系 预防疫情爆发 凤凤卫视 腾中勤 祖克勤 多伦多报道